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原子弹还没有发明的时候 世界上发生了一次 令人匪夷所思的爆炸 这一次爆炸 炸平了西伯利亚 至少2150平方公里 超过8000万颗树木被摧毁 威力相当于2000万吨TNT炸药 即使当时全世界的炸药放到一块 也没有如此的破坏力 直至今日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它的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 至今都没有完全合理的解释 以至于各种诡异的猜测 层出不穷 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 外星人飞碟迫降 还有人说它是 特斯拉暗地里研制的超级武器 这也让它成为了现今 影响范围最广 目击者最多的世纪谜团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如今科学界的研究又有什么进展呢 今天马云君就来和各位讲一讲 这起曾经震惊了世界的惊天爆炸 1908年6月30日凌晨7点左右 俄国西伯利亚的居民被一阵巨大的呼啸声吵醒 当他们纹身出门查看时 一颗巨大且明亮如太阳的火球划过天空 它拖着长长的尾燕将整片天空罩着雪亮 飞速朝着远方坠去 随后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 冲击波将附近650公里外的玻璃全部震碎 远在爆炸中心外的人们都被掀翻在地上 巨大的爆炸声更是传到了1000多公里之外 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检测到了强烈的地震波 而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整个欧洲的夜晚都亮如白昼 甚至异常的刺眼 不久之后 这起爆炸的大概地点终于被确定下来 就在西伯利亚一个名为通古斯的河畔边上 通古斯大爆炸也因此而得名 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那个巨大的火球到底是什么 又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威力 整个科学家都为此感到震惊和困惑 更为奇怪的是 自通古斯大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身为爆炸地点的本土国家 俄国 却没有派出任何人去调查此事 甚至连官方的报道都没有一条 相反 当时欧洲许多前去调查的科研小组 都遭到了俄国政府的拒绝 这不得让人怀疑的起来 难道是他们正在研制什么超级秘密武器吗 还是他们有其他什么不可购人的秘密呢 直到20多年以后 俄国成为了苏联 并且在经济方面十分紧急 俄罗斯科学院的矿物质学家库里克 对苏联政府声称 当年坠落的可能是一颗陨石 而里面可能会发掘出一些稀有矿物 将会对当时的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时隔20多年 通古斯大爆炸才第一次有科研人员开始调查 同时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调查 却让通古斯大爆炸的诡异之处 才刚刚显露出来 1921年3月份 库里克和他的科研团队 终于来到了通古斯地区 但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时间已经太过于久远 而通古斯地域广阔 人员稀少 一时间他们竟然找不到爆炸的中心在哪里 最后兜兜转转 才终于在一处古老的村庄打听到了当年的事情 除了一些离奇的传说以外 当地上一辈的老人 至今都还流传着目睹大爆炸的回忆 而靠近爆炸地点的太家森林 也成为了一片火海 之后许多通古斯人也因为害怕而搬离了这里 而没有搬离的居民 在这里遇到了不少奇怪的事情 首先他们发现自己会经常睡不醒 家里饲养的村口会无缘无故走失 更为奇怪的是自爆炸以后 他们经常看见烧毁的森林中 走出一些从未见过的奇怪生物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的形态就会越加的诡异害人 后来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通古斯人 也尝试过接近爆炸的中心 但在回到村庄以后 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染上了怪病 离奇的死亡了 一些村子里新生的孩子 也出现了畸形的情况 因此一直以来 他们都将那里视为被诅咒的徒弟 是所有人绝对不可以去的劲底 而当库里斯和他们的团队 询问起具体的地点的时候 他们都是闭口不语 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天神给予的惩罚 如果给库里克带路的话 他们害怕诅咒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因此直到1927年 库里克的调查队 才终于找到了爆炸的中心点 而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幅 令人匪夷所思的场景 原本库里克认为 这可能就是一次陨石坠落导致的爆炸 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到达现场后才发现 除了几个自然形成的平底坑以外 他们竟然没有找到任何陨石的痕迹 唯一能确定这里是爆炸中心的依据 是一片烧焦的森林 这里烧焦枯死的树木 横跨了足足50多公里 更为离奇的是 这里的树木几乎都全部呈放射性 向外倾倒 但正中央的一片树木 却笔直的立在原地 形成了一幅蝴蝶的图案 最后库里克在粗略的画了一个手稿以后 带着疑问离开了 难道爆炸的不是陨石 而是什么神奇的 人类从未发现过的东西吗 在第一次调查结束以后 库里克又先后对这片区域展开了两次勘察 在一次空中勘察 他发现 通古斯大爆炸的破坏面积 至少达到了2000多平方公里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那就是当地的树木生长速度异常的快 并且年轮的宽度由0.4到2毫米 增加到了5毫米以上 当地的一些生物 确实如同村民描述的那样 像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使得他们出现了皮肤病和畸形的现象 以至于让他们认为是某种没有见过的怪物 然而在库里克第三次带着新的线索回去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二战爆发 库里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去了生命 前苏联对通古斯大爆炸的调查也就被迫终止了 其间还有一些他所发现的事情 也就永远不再被人所知晓 那么通古斯大爆炸的真相 是否就再也没有人能够解开了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人们对通古斯大爆炸毫无头绪的时候 1945年 人类终于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 原子弹 广岛近20万的生命在一瞬间消逝 超过7万多建筑被移为平地 然而这等恐怖的威力 却还是遥遥不及通古斯大爆炸的千分之一 不过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后果 却终于首次带来了新的线索 首先两种爆炸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是蘑菇云的形状基本一致 只不过通古斯大要大上许多倍 第二则是核爆以后产生的辐射 会造成人畜被核辐射烧伤而死亡 同时也有可能导致下一代畸形 还有树木被摧毁后的景象 两者也十分的相似 因此当时基本确定 这可能就是一场核爆产生的后果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908年原子弹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更何况从破坏的程度来对比 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更加的惊人 那么当时爆炸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前苏联科学家卡萨耶夫 在当时就提出了一种大胆的猜测 他认为通古斯大爆炸 是一艘外星人驾驶核动力宇宙飞船 坠毁在这里而导致的 并且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造访地球的飞船 此言论一出 立即就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在当时不要说是其他人 就连卡萨耶夫自己也出来说明 这种说法纯属科学幻想 然而 自1952年美国华盛顿发生的 不明飞行物事件过后 涌现出了一大批飞碟狂热爱好者 他们纷纷支持飞碟论 这也使得UFO论至今都在众多言论中 占有一席之力 除了这一说法 后来也有人声称 这是伟大科学家 尼古拉特斯拉研制的秘密武器 并且提出了相当多的证据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 各种学化的说法成为了主流 不过这一现象 直到1959年 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加拿大和格林兰的上空 由一颗主要成分为冰的小彗星 闯入了大气层 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 随后又在大气层中被迅速蒸发 留下了大量的挥发物 并且在几天的时间里 将天空罩着雪亮 产生的现象和通古斯大爆炸几乎一致 并且这种情况也不会留下陨石坑 科学界也因此找到了新的解谜思路 这种成分为冰的陨石 可能才是真正的罪国祸首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科学家们不断围绕这种冰陨石展开推测 在1960年 还有人利用小木棍模拟森林模型 模拟了一场空中的爆炸 随后得到了一个和库里克手稿中 一模一样的蝴蝶图案 而且最中央的木棍也没有倒塌 不过即使是如此完美的推论 却依旧还是出现了一些反对者 他们在计算数据的过程中发现 冰陨石并不可能在低空中爆炸 几经反转 通古斯爆炸之谜又令人疑惑了起来 不过1972年 又出现了一起奇特的陨石事件 再次证实了这种推论的可能性 美国犹他州的居民 拍摄到一颗巨大的火球从空中划过 在距离地面只有50多公里的时候 又突然升高 成一个道湖线飞出了大气层 就像是在空中打出了一个完美的水漂 这个案例在之后的2019年 被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研究团队 用来对比的通古斯大爆炸 经过合理的推算 他们认为当时的真凶是一颗铁字陨石 他以25公里每秒的速度闯入大气层 随后在离地面还有10公里的时候 造成了通古斯爆炸 但是当时并没有砸向地面 而是继续飞行逃逸出了大气层 而这一研究成果 在之后得到了皇家天文学会的认可 于2020年2月4日正式发表为了论文 成为了如今最科学最严谨的解释 不过直到如今依旧还是缺乏关键性的证据 并且很难解释他所造成的核爆现象 以至于各类阴谋论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被完全证伪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 对通古斯大爆炸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我是蠻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